好 剛剛我們已經有看一下這個有沒有 中文的操作介面怎麼切換這個沒問題的齁 再來往下 你看到他有沒有很多不一樣的範本 那麼你可以看到我們左手邊 他有分門別類 其實呢如果你用的是那個 就是我們剛講大陸版的齁 他在左手邊這邊 就順便幫你用中文的啦 我們現在用國際版 所以左手邊這個分類他是英文的 是英文 但是其實你管他呢還是看得懂對不對 那你可以挑一個 點一個之後呢他會下載 點一個之後會下載 比如說像這個好像是比較新的齁 像這個比較新的 還是你要比較國化一點的有沒有 點一下 他這邊呢就會從他網站上把它下載一下 一點點時間 一點點時間 要看他的那個簡報的什麼 就是內容 有的比較多 有的比較少 那他每一個這樣點下來的範本都是什麼 都是比較完整的 所以裡面的那個簡報的頁面呢 可能有五頁有十頁 甚至有更多 有更多齁 那好 那這個讓他先下載一下 我們繼續往下看一下 再來呢 他還有什麼 也有很多的圖庫喔 請問你在泡泡裡面有沒有用過一些圖庫 我 有對不對 但是 泡泡的圖庫 用久了 會不會覺得有點 膩 就自己找吧 因為一看就知道是泡泡你做的 啊 你怎麼會找這個我也會找 對不對 所以呢 他覺得不一樣 而且他還有動畫喔 你像這個角色有沒有 這個角色 他進去之後還有不一樣的動作喔 有不一樣的動作 所以還蠻好玩的 那麼 其實你會 等一下我們講解過之後 你就會發現 其實事實上跟各位在用泡泡還是很像 還是很像 再來 請問你在泡泡裡面 我把我的圖庫的圖表給你 所以呢 這邊其實也蠻不錯的齁 也蠻不錯的 再來 我們看一下 最重要的是 支援所謂的多國語言跟字型 請問一般簡報裡面 你會不會用很多字型 會啊 那你完了 你拿到別台電腦 就慘了啊 就沒有那個字型怎麼辦 對啊 都會變得磅磅耶 對啊 欸 如果是PowerPoint的 假設你用很多字型 你又希望我播放的時候 又有很多字型可以用 怎麼辦 欸 那還要再用其他電腦下載啊 然後再把字型裝進去 對啊 你瘋了 啊 沒辦法然後就這樣嘛 欸 PowerPoint有一個叫做打包的啊 什麼打包 打包 對啊 他有一個啊 他有一個可以把它包起來的啊 變成播放器的啊 你們沒有用過那個功能 沒有 我很少來用那個東西啦 下次叫老師教你們的 好 那我們在這個部分呢 因為他本身也可以放在網路上 所以呢 如果你真的 有用到 你電腦裡面的字型 網路上沒有的 那這個時候呢 他會幫你打包進去 可是不可否認 你的字型用越多 打開會越大 所以一般我們簡報 不管你是PowerPoint還是其他的 一般我們大部分是用兩到三個就很多了 中文啦 中文 因為中文字型比較麻煩一點 比較大 那放到手機怎麼辦 蛤 就放手機裡面 沒有問題啊 因為他已經包在那個裡面啊 對啊 所以就可以 對啊 打開就可以看得到 你不會說怎麼不支持什麼東西 不會不會不會 所以這是他的優點 那再來就是說他的輸出的部分 輸出的部分呢 一般 我們如果用了現在這個版本 就是所謂國際版 是只能輸出到什麼 雲端上 或者放在你自己的電腦 但是呢 如果你用的是 大陸的那個簡體的版本 你後面這些就都可以做 包括變成一個執行檔 有沒有 像我們剛剛講的 你拿到不同台電腦 我就可以直接播 就沒有字型的問題 第二個 大陸的那個版本 它也可以直接變成視訊 它免費版可以做到DVD 欸 問一下各位囉 請問 DVD 尺寸是多少 蛤 尺寸 蛤 再說一次題目 DVD的尺寸 尺寸 尺寸啊 這樣子 這樣子圓圓的啊 這樣子 你誤會我的意思了 你誤會我的意思了 我說 就好像我們照片啊 有沒有 請問照片幾百萬像素 是怎麼算出來的 就這樣算了 是天才 是天才 你好天才 果然是天才 你那手機幫我算好了 我還算個毛 什麼 請看這裡 我們的像素是這樣算出來的 你們很久一個 有一個程式很久沒用的喔 知道要找什麼嗎 Total shape 喔 不是啦 小畫家 不是 小算盤啦 算數學當然用算盤啊 但是不用用到 不用用到那個喔 不用用到工程型的喔 我們一般的數位相片的話 如果是三百萬像素 是怎麼算的 它的寬度 是二零四八 對 高度是一五三六 當然這每一個的會有一點落差啦齁 但是原則上像這樣你看 這兩個相乘就是我們那個像素算出來的 所以呢 二零四八 乘以一五三六 請問這樣幾百萬 三一四五七二八 對這樣就號稱三百萬 了解嗎 如果是五百萬的 就是四百九十幾萬 這樣也是算五百萬 反正那要取整數啦 就是我們照片的長成寬 但是呢 我們回到剛剛那一題 DVD的話是多少 720 台灣的啦齁 台灣用的是美規的 乘以480 有沒有很小 好小 對啊 VCD更慘你知道嗎 VCD只有320 乘以240 所以你知道為什麼 DVD品質比較好了吧 因為是它的 長跟寬這種四倍 了解齁 所以它 如果你用大陸版本還可以輸出這個 也可以輸出成什麼PDF啦 或是壓縮的 都可以 甚至它可以做成網頁 就是這個是大陸版本的 它就是有比較多功能啦齁 比較多功能 所以這個是不大一樣的 那你還是可以用齁 那另外就是說 這個當然是跨平台啦 好快平台 所以你今天不管是我們在PC的 還是在蘋果電腦 好 Mac上 你都可以使用 這樣有沒有比較清楚了 有喔 最後 他還有一個 小畫家 不是小畫家 欸你們在用PowerPoint的時候 如果我要在上面畫筆 你看老師不是在上面畫來畫去的嗎 對啊 對啊 你不覺得我 我也是用跟你一樣的電腦啊 對啊 可是我的電腦好像比較厲害一點 對啊 還會放大 那麼 我們在PowerPoint簡報的時候 有沒有那一支筆 沒有啊 對 所以他也有提供 如果你真的要做簡報的時候 一樣他有這支筆可以給你用 所以你要會啊 你要自己想辦法啊 我也是用滑鼠我也會啊 你看我也是在寫字啊 對不對 甚至他還可以怎麼樣 好像剪接影片一樣 有點類似剪接軟體 你們有沒有用過一些剪接軟體 一年級應該還沒吧 有啦 有喔 你們專業的啦 用那個 魏力導演嗎 那是用手機啊 用手機當然也可以啊 但是你要做比較複雜就比較難啊 欸順便跟各位介紹一下吧 來 你到老師的部落格 你可以Google我一下 關鍵字 素文老師就可以了 老師有買關鍵字呢 多少錢 點閱啊 看點閱啊 最貴的話 點一個要8.9塊 所以上面這個不要亂按好嗎 按下面這個就好 上面都是廣告有沒有 要付錢的啦 好來看這裡 點進來 最近那個 如果你欠缺威力導演 剛好最近那個免費版有了 所以你可以自由下載 這樣了解 好順便跟各位介紹一下 好這樣我們簡單介紹完 這樣有沒有問題 沒有齁 所以你看我回到這邊來 有沒有下載完了 哇 預覽一下吧 所以下次 下次你做簡報的時候 跟老師講 我做了三天三夜有沒有 阿妹不是有一首歌嗎 三天三夜 對啊 都沒有睡有沒有 才做好這個 所以老師不要太苛責我 這樣有沒有簡單 等一下我們再來看 怎麼去編輯它 好不好 來還給你囉 老師